這是Yvonne,她說她本身沒有美股的個股 但她說是否想 其實NPF是否應該增加美股的持倉比重呢 你建議比例大概是多少 這個就要好看她本身自己兩樣的 第一,她持有多少貨 第二就是港股美股比例 或者其他各地股的比例 我自己就覺得這樣的 如果你本身都是 平時都是港股Fancy 或者Home Bias都很厲害的那些 我就建議你起碼都持有三成美股 三成至五成都沒有壞 因為其實這個就反映我們自己本身 即是如風我們一開始做的時候 那個做法也是很基本的 就是我們叫港股美股一半 然後按市況實際來編 我們其實現在的偏向 都是美股比港股多一些 所以既然我們是這樣做 我也當然會建議 會覺得其他的投資者都可以這樣做 我一定會有任何人 也有任何人 也有任何人 所以我們這次選下 有任何人 超過一人的 要左右 禁止 還有 我們 前面 可以 有兩位